李显龙总理的妹妹李伟玲医生就李光耀故居的处置再发贴文 他表示如果这只是一件家事他们就不会把它公开 李伟玲医生凌晨在Facebook贴文表示 父亲曾多次向子女表示欧斯里路38号的房子是家产 如果售出房子无需把钱捐赠给慈善团体 他表示李显龙把房子卖给弟弟李显阳的条件是 除了依照房子的市值付款外 李显阳也需要把这个价值的50%捐给慈善团体 李显阳和李伟玲昨天发表联合声明时 提到内阁设立部长委员会来讨论有关故居的事宜 内阁秘书长陈金荣昨天回应说 内阁成立委员会是要探讨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故居的处理方式 李显龙总理并没有参与委员会的讨论 李伟玲在凌晨的贴文中说 私人的家事不会涉及成立秘密的部长委员会 而委员会的成立不可能没有获得 李显龙总理的默许和同意 李显龙总理的儿子李鸿逸 下午则是在Facebook上宣布 他确实对政治没有兴趣 而李伟玲和林显阳昨天在联合声明中指 李显龙总理和妻子何晶 有意栽培儿子李鸿逸进入政坛 总理和妻子否认弟妹所做的指责 并表示期望李鸿逸进入政坛的说法是荒谬的 二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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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